新北市全民爱心推广协会 20号在树林后果车站广场 举行了关怀弱势活动 新北市议员廖宜坤 也同时是协会理事长 在现场就发放了保平安的小红包 他指出协会总在农历年前 会针对弱势族群来发放民生物资 今年共发放了1300份 里头有米、米粉、罐头、酱油等等生活物资 另外也发放与寄安公所合作的小红包 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保平安 一切如意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来 希望说在我们的中国农历年前 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物资 然后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爱心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只要有人需要帮助 我们全民爱心推广协会 都愿意来协助他们 那当然今年我们比较特别 还有发放这个陶吉利的小红包 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小红包 让他们在新的一年有个好彩头 而廖宜坤议员也借着这个机会 向大家拜个早年 祝福朱氏如意 朱年行大运 同时他也预告 大年初一将在寄安公 发放这个爱心小红包 也欢迎民众能到现场参与 沾染过年的好运气 在今年我们朱年 祝大家朱氏如意 朱年行大运 那记得在元月初一 就是我们的农历初一 怡坤也会在寄安公发放这个 这个爱心的红包 那也祝福大家 朱年行大运 大家诸事如意 全民爱心推广协会 这次共动员了30位志工 为民众服务 农历年前发放物资 表达了一份社会的关怀 让弱势家庭 也能感受温馨的过节气氛 中家新闻赵世渊卢秀娟 树林苍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